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还不济 诗然之 富裕成约 辱诗戒定慧 劝小根治人 吴戒定慧 劝大根治人 听了六祖的开示 志成听闻了六祖开示的寄送后 知道他之前所讲的话是错误的 便升起了毁瀉之心 感恩之心 他领悟了 乃成一记 五蕴换身 假 不用舍 这就是身心 他之前讲 住心关静 如今 却很感慨地讲出这句话 五蕴的身心 都是虚幻的 既然如此 以虚幻的生灭心来修 如何能够修到 不生不灭的果呢 这是棱严经 刚开始讲的话 因为这样不符合因果 一开始 就要明白 不生不灭的因 才能够证到 不生不灭的果 这就是感慨过去 这样修饰不对的 五蕴虽然是换身 但是身心也有作用 它虽然不是真实的 却不用舍弃 如果你的重点 一直在于 以生灭心来修行 换何究竟 你如何能究竟呢 身是换 心是换 一切的现象都是换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的 二成人 就是以生灭心来修行 故无法 契入生命真正的本质 但他能不执着五蕴 回趋真如 法环不尽 真不用求 你想用这样的心 绕回来追求真理 那反而是陷阱 你的心 反而更不清静 如果你认为五蕴是虚妄的 你想要去找一个真 那也是陷阱 离开五蕴 并没有真如可以说 五蕴是影子 真如是镜子 故不可以离开 你不可以执着真如 否则 你反而失去了清静 我用两句关键的话来形容 五蕴换身 换何究竟 即甲不必舍 回趋真如 法环不尽 即真不用求 接下来我用离这个字 离字很重要 尤其是在《金刚经》 和《圆绝经》之中 五蕴换身 换何究竟 即离一切换 回趋真如 法环不尽 即是离真 真忘皆离 才能够彻底清静 六祖大师然之 即是应可他 因为志诚 已经开悟了 六祖父御志诚曰 辱师界定会 劝小根起人 即 你的老师 和我接引的对象不一样 神秀接引的方式 都是从现象上而说 故事见修 小根起的人 你要从现象来讲 他才听得懂 你要跟他说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怎么样 他才听得懂 无界定会 劝大根起人 六祖接引的方式 都是从自信而起的 讲经说法 不离开心性 故事顿悟 大根起的人 你跟他说 关键在何处 听懂就听懂 听不懂就听不懂 心法最难懂 也最好懂 大根起的人 一听就懂 各行各业 都有心法 无论是插花 还是煮菜 比如 你教一个人 打太极拳 根起好的 你点一下 他就会了 有的人 没有做过生意 结果 他跟业务高手 谈一席话 他就抓到关键了 有的人 学一辈子 都不懂心法 就像我以前 做乐舞 遇到一个人 看起来 好像业务 都不会做 我问他 做多久了 他说 做十五年了 所以有的东西 强求不得 大根起也好 小根起也好 主要在于 你要去了解 自己是什么根起 接着 你愿意如实修行 这样就好 不要和他人 比大比小 文厚思维 你知道自己 是什么根起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